我们来讲真假过风的灵活运用 最后一篇多风的足迹攻打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横看成岭 侧尘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死山中 风的数量过多 大家容易迷失在里面 主力制定攻打的战略策略 它就会复杂 但是它一定会遵循什么 足迹攻打的策略 在石盘中 我们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就要足迹的来跟踪 来灵活处理了 那生意电子这一段的下跌 我们就看到它是有多风的 这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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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是一条谷底线 那跌破了谷底线 按照撑压互换 它就构成了压力 所以未来想要上去的话 说句实在话 难困难重重 数到难 难于上清点 那我们把当前的主要矛盾 用石与须来区分 我们就看它攻克的顺序 那一定是什么 先须后石 也就是什么 先打它的石底 再打它的石顶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波 是不是就攻到了 它的石底不过 对吧 回踩 然后再攻过 再什么 回踩石顶 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好 那你想 那主力在这里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消化 然后出了次阳 是不是这个风 就已经被它给拿下了 那曾经敌人的风 叫做敌风 是不是就转化为了我风 因为已经被它干掉了 对吧 既然是我风 那将来就可以什么 为我所用 迷惑对手 好 那往上肯定就是面临什么 谷底线 那我们就需要什么 把谷底线来变成石线 而下面的英文已经过了 我们就用红线来标注 这样方便区分什么 主力已经收复了的 自己的风 而那些才是什么 未来要去攻打的目标 攻克的敌风 这样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好 我们再接着看 它是不是有一个 攻打谷底线的动作 对吧 触及不过 我要回落 转而进行了一个回首 守哪里 是不是守这根风顶线 8块92 而产生了一个有序缩量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前面的货都到哪里去了 筹码都到哪里去了 缩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都缩到他的口袋里去了 那他 您看一下 他回撤洗盘 他还不忘什么 他给你打压一次 是不是破了这个风顶线 制造什么 恐慌 当然 这里卖出的人并不多 情绪比较平稳 但还是有胆小的 卖出的 否则他怎么出了一个倍量音呢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 典型的故意跌破其时 而未破什么 其底 也就是未破其须 但是这个是不是需要后面的这个东东的一个确认 对吧 我们永远不意想我们是尊重什么 确认的吧 因为确认是灵魂 那你看确认了吧 赐养吧 有态度吧 但是同时是不是又放量了 那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两个问题 什么 第一个问题 哦 这里如果是我要出货 我干嘛又要涨回来 那既然涨回来 我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把这个地方给攻克 但是同时又放出了什么 再次放量 那在这里如果不能够形成迅速突破 是不是又得洗盘 对吧 因为前面已经第二篇讲过了关于高量的问题 那您知道了您就知道 知道怎么后面自己去操作 所以您看他在这里折腾人不 他又下来 哎我又上去了 哎我又上来了 我又下来了 他就是什么 他过不去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否开始发现了有一个异常 他单枪平出啊 单枪平出啊 那向上试探的意图这就不是什么一点点啊 是不是可以用强烈来形容啊 对吧 您就要看得懂 那既然在这里纠结了这么久 那我们来看对应的量价 因为股票啊 价格啊 我们说过就像皮影系 主力就是操控皮影系后面的什么 那个人 所以价是主力操控的 它可以影响情绪 高开低走 低开高走 大家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而量呢则是主力的穴位 它可以暴露其意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攻打到这里 放了这么多的量 当再次的攻打 还放了这么多的量 然后后面再打 再打 它的量开始逐渐的往下 是否意味着 对应的位置越来越高 量能越来越低 这里的压力已经被逐渐的什么 在它的折腾中已经释放掉 已经消失殆尽 对吧 分歧 还有分歧 逐渐转小 最后转为什么 平稳 那是不是在这里 它即将攻打成门 而一旦攻打成门成功 它是否就要飞了 那看懂了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如期的等待着什么 确认的次养 就可以勇敢的上车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计量 是不是您都看穿了 对吧 这是前面的计量吧 你就都看穿了 所以你才敢上啊 请问它有没有如期的来攻打成功 那您看它是科创版的票 是否量价关系是一样 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 因为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装性 装性的背后实际上讲的是什么 是人性 所以我们还需不需要问那么幼稚的问题 请问大盘能不能够试用啊 请问周边的股市能不能够试用啊 请问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试用啊 这些问题呢 因为操纵A股的主力是地球人 然后操纵期货的主力 它是火星人 操纵外围市场的 它是月球人 可能吗 它人性都是共通的 当然了 T加零的市场 它的周期要变短 这是题外话 我们也就不展开了 所以您看它是否如期过风上涨 所以作为它的第三个案例 那我们看到 它就是一个什么 典型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逐级攻克的过程 而次要矛盾 您看它一次就过 而面对首要矛盾 它在这里折腾了多久 折腾了多久 你看这么长一段 是不是全是折腾啊 所以它要反复折腾 它是躲在什么 主要矛盾之下 蓄势待发 反复折腾 而最终的量能 来决定爆发的临界点 随后的次要 来确认了爆发点 记住了 它是有两个步骤的 临界点 以及确认临界点 缺一不可 您听了这个 忘了那个 石盘 您是要吃大亏的 而这里判断次要与主要 咱们也记住了 我们无需猜测 让主力告诉您答案 因为主力走过的路 它必然会留下痕迹 它频繁的单枪锁指 就是主要矛盾存在的区域 而这个区域不是我们去想的 而是我们用眼睛去看的 这就是标准 所以您看这个案例 是否与前面两个又完全不同 那请问过风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啊 这是需要我们针对于个股的前提条件 而去使用不同的方法的 这就叫微调抓战机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留言点赞与转发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